刚刚提到的是在新华社 就是在中国内地 大陆内部的一些媒体的报道 但是西方媒体路透呢 也整理了这次西方 对于这届中国二十大的观察重点 包括什么呢 习近平的角色会有变化吗 习近平会像毛泽东一样 成为主席吗 还有就是说总理李克强的动向 谁会取代李克强等等 还有一些像什么 七上八下的不成文的规定 还适用吗 以及呢 女性会入选常务委员会吗 种种的观察角度啊 请问老师 吴老师您觉得说西方关注的角度 有没有切中到这次二十大会议的重点 核心 我想如果以刚刚那几个子题 显然并没有切中 譬如说女性会不会担任过常委 答案当然不会 从中共建党以来 对49年以来 还没有一个女性担任过政治局常委 包括江青当年也只当到政治局委员 那第二个来讲话 那习近平会不会交出所谓的 所谓总书记的位置 那除非修改党章 习近平变成是一个党主席 个人领导 否则他仍然是党政军最高的领导人 第三个我们看二十大里面一般的观察 无非几个 第一个看路线跟人事 路线跟政策方针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体现在习近平所提二十大的报告 第二个看高层的人事部署 高层人事部署主要看几个 第一个习近平的位置已经很确立 他还是党政军最高的领导人 这个完全不会有很大的改变的 那第二个当然就会看谁接任国务院总理 那谁接任国务院总理来讲的话 因为国务院总理在党内的排名 从中共在49年以来一直都是在前三名的 所以谁接任国务院总理 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第三个当然就要看什么 就是如果还是维持这样一个七个常委 到底多少个现任常委续任 要补进新的多少常委 那最后一个当然大家会观察 因为共产党如果要培养接班人 他不会有什么政治素人 因此在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过程当中 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借由今年的二十大 栽培一个可能未来的接班人 如果可能未来接班人 那这个人就必须要在二十大 第一个不仅要担任常委 第二个他还要什么 他还要兼任什么 兼任国家副主席 最慢到二十届五中全会 一定要接任军委副主席 一定要党政军二把手历练 才有可能成为二十一大的接班人 而且这个人年龄应当在六零年后的 才符合资格 所以一般的观察 大家会观察这几个重点 对 所以我进一步请教吴悦老师 因为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西方媒体他们关注中共二十大 可是他们都没有切中问题的核心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因为老外他们看问题 跟我们很多人看问题不一样 因为老外看问题里面 很多人甚至会说 那带习近平的地位如何 就刚刚所谓的 我们长老大所讲的 已经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第二个 很多人说习近平会不会交出 所谓的总书记 好像只留向国家主席跟军委主席 从此较大之后 党管一切 这是一个最高的铁力跟原则 怎么可能你没有党值 可以管得动所谓的 国家跟军委的问题嘛 最近听到一些说法 就包括像您刚提到 就说习保留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总数据要交出来 可是这可能吗 建哥您觉得 我认为我支持这个 就是伍岳老师的讲法 就是说他有很多东西 因为这个毕竟是 就是一党领政 一党领军 这个事不会变 所以说你说把党交出去 然后保留政跟军 我觉得这个讲法是西方的 有很多东西对于这个 中国大陆很多的政治文化 并没有那么 就是掌握得那么好 我觉得西方媒体有一些是文宣 你不要认为他在分析 认知作战 没有他在做政治 对 整体上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他是梯队的传承 我们要看 整个最后我们要看一下 统计数字 就中央委员以及相关的 就是入局啊 或者入场 他平均的年龄跟教育程度 另外政策的延续 我在想的话 假如说人事的心地 心地不是规模太大的话 政策的延续 这时候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最后一个 我觉得 我要呼应一下伍岳老师 就是说这里面牵涉到 有没有可能会去修党纲跟党章 就我们先期啊 所看到的任何的文宣布局而言 我认为几率相对较低啦 要是要修可能只有一两条小修啦 但是真正结构型的变动 我认为不至于产生 OK 所以其实对于刚刚我们讲说 有些西方的真的都是在宣传 可能是文宣的部分 对就是文宣的部分的话 所以我们一定要厘清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被 这带着走 老大我请教你啊 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是 包括二次大其实全球 其实都在关注啊 因为这跟两岸之间 这非常的息息相关 其中有一个大家会最在意 或是最关心的 当然就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如何解决 你觉得在这是二次大当中 highlight的部分 二次大来讲的话 就是说整个西方他是考虑 他是比较注重舆论跟新闻效果 所以他会注意有没有女的啊 有没有什么 那大陆呢 他比较关注的是人事 他比较上海市委书记啊 他会怎么样啊 他就是这个洞在精灵上那个 那你我们上次讲俄罗斯那个 不是讲话 讲这个就没有不顶的 后来到这个广电总局了 因为他后来是会上还是会下 回家就是没有了嘛 还是回家 所以他会关心这个人事 那当然我们台湾最关心就是什么 他对两岸有什么新的 新的一个说法嘛 是 那我们就讲了就是两岸的话 就是因为这两年来的确 给他们造成了几个 就是说必须要 他会考虑就是说 不是像过去他就想说慢慢的来 就是要提前而且要加速解决 那对他现在考虑就是 就是他都准备好了 就是看时间是什么样的时间嘛 但是这个东西呢 在理论上他会不会具体说出来呢 或者他最后又有一个什么启示呢 就是我们要注意他讲话 所以对内对外 其实未来就是即将进入 就是后面的人大跟全国政协他们的会议 他们会做出什么 因为他们有时候不讲是偏是这边讲 那政大这些不怎么中心 但是他都稍微有一东西跟以往不同 那就要注意了 OK 那个就是很重要 好 我进一步请教郭委员 因为二十大前后的召开 这个中国大陆面对的政经局势 现在是外界解读的重点 民进党中常会八月底呢 有邀请到五位老师 就是特别针对这个中国政经形势 作为题目进行专案报告 就报告当中老师也提到说 二十大前 中共面临的经济挑战 包含了严格的防疫 动辄封城 像最近我们看到成都 深圳也因为封控 所以造成了一些影响 但影响内需经济发展 那比如说呢 还有包括像在之前看到天灾 旱灾缺水 限电影响到企业的营运民众生活等等 另外内政部分呢 青年就是16 特别是16到24岁的失业率 达到了将近20%等等 就是老师在这个报告当中 有特别提到提醒的 那另外呢2012年开始的 中国大陆的GDP成长 不断的下滑 政治上不断的集权扩权 所以我想请教郭文元氏 今年二十大的会议 中共当局会如何回应 刚刚所提到 他们当前所面临到这些 种种的政经局势挑战 这些他 因为二十大的工作报告一定是很抽象的 他不会这么具体回答 比如说你说封城跟经济的关系 他就一句话就带过了 就讲个方向 封城跟动态清零跟经济发展要取得平衡 那具体是什么 具体就成都看你怎么落实 对 对不对 我觉得他不可能讲那么细 当然伍岳雄讲的这些都是很实质的问题 可是 这恐怕是省市的城市 不是中央的城市 是 我想应该这样讲 就是存在这个问题 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是大家都在各个媒体中 都在讨论 对他没有封锁这个消息 所以你要这个 他不封锁的消息 我是觉得他是有信心 认为他可以去面对它 那现在这里头之中有牵涉到一个结构问题 假如说习真的要第三任 他如何能够继续维持 那个中央委员的继续年轻化 然后往那个知识水准往上升 维持这个少数民族以及女性的代表性 因为这个能够使中国共产党代表 整个中国政治的精英阶层 而且不断的年轻 这是维持生命力非常重要 苏联共产党垮台就是这个二次大战之后是那一批人 一直到苏联90年代垮台是同一批人 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一点 那也就是说今天他要联一任 因为我们前面几个都是两任两任 他现在要第三任 他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做好妥善安排 就是说即使他再延一任 但是党的年轻化以及知识化 以及继续有能够保持活力 而且有社会精英的代表性 我认为这个是真正去拱服大家权威最重要的基础 刚刚谈到台湾问题我想进一步请教 各位你怎么看 台湾20大这样 不台湾应该还是延续 国台办那个白皮书的基调吧 那党也要提出一个论述啦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写得更具体一点 应该不至于有太大的变化 基本论述就是那个逻辑啦 只是说党会不会写得更具体一点 应该这样 因为20大跟19大有几个不一样 那当然他对台政策一定有他的延续性 也会有他的所谓新的加入 那19大的时候美中并没有贸易战 大国没有博弈 所以说20大一定会把外力介入 当成是一个对台政策重中之重 19大没有 那19大当中也并没有谈到所谓的 实现祖国统一 严格讲完全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共产党死之不渝的历史任务 他理论上也会放进来 甚至是六中全会里面谈到什么 第三份历史决议员 是什么 是实现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跟融合发展 所以北京大概是很清楚的 希望说在20大当中 把作为一个新时代党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能够比较作为一个很好的概念 这个方略是什么 就是解决台湾问题 必须要跟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 必须要跟民主伟大复兴相结合 不是为解决台湾来解决台湾 更不能为了解决台湾问题 影响到国家的发展 影响到民主伟大的复兴 所以北京对这个问题上 他们应该 理论上还是延续性的东西很大 但是还是有它的一贯性 政策延续性 谢谢老师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聊